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书读到初中毕业 之后不上学的时候 家里的父母都说 干点啥吧 就是中关是干不动 完了就是我爸妈给我报了一年的电脑 学了一年 完了那个校长就说 这个管分配工作 我的那些就是同学 他们都找到工作了 唯独我 由于这个身高的原因 人家老板不要 不要这也没办法 回家吧 回家就是到网吧里 当那个网管 当网管也不行 完了那个柜台特别高 就是人家要一桶方便啊 还有一桶饮料啊 就是你够不着 完了干了几天 我又回家了 回家了之后朋友家开业 请这个就是演绎的 我心里想 我能不能也干这个演出啊 当时就是跟团长说一下 但是我那时候挺腼腆的 我跟我朋友说 让我朋友过去给我装装的 我朋友过去看 就是看我兄弟能跟你干吗呢 那团长就挺好的 说行 你给我走吧 一走就是八年 直到现在 每当就是站到舞台的那一瞬间 我就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快乐 不怕看台下的眼光吗 我不怕 他们愿意咋看 咋看 无所谓 我现在走在大街上 就是回头率百分之一 百分之百 我已经习惯了 假如说 我走在大街上 哪一天就是没有人看我了 我觉得还不得劲呢 那唱歌除了给你收获了自信之外 还收获了什么 收获更大的 其实就是我认识了几个人 他也是你同一个表演单位的吗 对 他是跳舞的 他是跳舞的 你描述一下你的妻子呗 他吧 就是温柔 就是一般人 身高吧 就是正常的个子 相开始也不是就是说那种一见钟情 我觉得非常漂亮 我都喜欢呢 后来慢慢就觉得 觉得挺好的 怎么表白的 怎么追求的呢 有一天晚上 发起仪 我就说 我有一个事 我想跟你说说 他说什么事啊 我就说 算了吧 还是不说了吧 完了到第二天 我又说 我说 我有一个事 我想跟你说说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他说 你就说呗 有啥说啥呗 我说 算了吧 隔三差五 来这这么几下 完了我终于哭去永续 我就发了三个字 我说我喜欢你 发完之后 我这个心终于 唠定了 我说他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反正我说出来了 完了他没给我回 第二天 又发信息了 他说 我也喜欢你 我说 好了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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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成了 他叫什么名字啊 灵灵 掌声有请灵灵 好漂亮啊 大家好 我叫吴灵灵 来日和男友 刚才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吗 嗯 听到了 他说他一开始也没怎么看上你 你也就是一般人 对你开始是没有感觉的 后来才慢慢慢慢的向你打开心扉 大家别收拾我啊 别收拾你 啊 你看上这男生什么 刚开始嘛 没有在一起演出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谈嘛 就天天给我发短信 嗯 一直每天不管晚上演出演到两点 三点都会给我发信息 吃饭了吗 累不累 嗯 每天到现在都这样 你介意她的身高吗 从一开始就不介意 从来都不介意 嗯 从来不介意她的身高 我感觉我其实我挺佩服我媳妇的 包括就是咱们两个走在大街上 就是那种异样的眼光指指点点啊 就是我媳妇表示那种乐观啊 非常开心 就是无所谓的感觉啊 其实这一点我感觉我媳妇 你一看这姑娘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一姑娘 嗯 你父母当初应该也是反对的 这是人之常情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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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父母也不支持啊 坚决非常的反对啊 几乎没有办法了 我们两个人就先去领了证 就家里人也不知道 在阿门那边就是办了就习 没 他那边没有办 嗯 后来生了孩子之后 才告诉了老丈母娘 嗯 怨妇怨妇 你投了户口本啊 嗯 这主意是谁出的 嘿嘿嘿 我出 我出 我出了 现在知道错了 错了赶紧 先道个歉 嗯 爸 妈 错了啊 妈 错了 错了 就有了孩子之后 就是觉得自己做错了 嗯 养育了我二十年也挺不容易 嗯 嗯 孩子怎么样 孩子这个健康吗 嗯 孩子其实啊 遗憾了我的基因 那为什么产检的时候没检查出来吗 在怀孕之前做过检查 嗯 看能不能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然后做完检查 说可以啊 然后检查完之后就回家了 然后要完小孩之后 大概有两年吧 才发现了 就是孩子刚生下来 看不出来 长了就是两三岁的时候 就是现在看出来这个孩子这个 胳膊腿就是有点弯 就是走路吧 就是 跟我有点相似 当时吧 我脑子就嗡一下 哎呀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估计是随我了 上医院检查检查吧 我这个基因 跟他那个基因一相对 他携带我这个基因 当知道确诊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觉得就是挺对不起孩子的 要是当时检查出来 就是说这个孩子遗传我了 也许我就不要了 你呢 检查出来的那一刻 医生说 医生说遗传了他的基因 然后我就想着 怎么样给他做康复吧 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们给他做资具 然后 带那个资具 因为他这个腿吧 会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 而变形 现在带那个甲肢 就是一天要带八个小时 刚跟他带的时候 就是他非常的不习惯 就是哭响了 妈妈妈妈 就是说 别带了 别带了 把他带了吧 但是 孩子哭 大人也哭 带一晚上 一晚上 每天晚上要带八个小时 带那个资具 因为他不能打弯 他的腿不能打弯 一晚上都要带 不习惯 大人哭 不能弯曲 这个腿就是一直捧着 一直捧着 那孩子现在怎么样 矫正的怎么样 可以周路 但比刚开始的时候好一点 好一点 那个资具需要半年换一次 然后两个月去复查一次 看看 就是两个月会不会好一点 还有他那个脚 家长带资具 还有带脚的那个鞋垫 那个他那个脚 也是往里边 就是钩 就是垫了这个鞋垫之后 会往外就是纠正一点 你父母知道孩子的情况 我父母知道 他们怎么说 他们也四处打听 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治疗 就觉得孩子已经遗传他了 不接受也没有办法 事实上我们会认为 当初父母反对 但是当父母一旦接受了之后 他们的承受能力比我们强得多 比我们更坚持 既然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他们就愿意为你们这个小家去付出 对吧 现在这位嘉宾呢 他画的画呢 猛一看呢 我们看还是挺和谐 一家三口手牵手 但是呢 我们仔细地看 这幅画里边这三个人呢 他们的眼神都是向下的 并且都是不快乐的 所以通过这幅画呢 投射出这位嘉宾 目前家庭状况呢 有一点点忧虑 说明他压力大 所以特别提醒他 要自信向上阳光积极起来 是你的幸福心愿对不对 来 说说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希望以后给孩子更好的康复治疗 来 请回 像这样的康复治疗 要持续到他多大的时候 成年就是十八九岁 这个期间的治疗费还挺多的 换一次的情况下 需要四千来块钱 如果说孩子的治疗费用很高 或者是将来治疗不乐观 那无疑对于你们的这个小家庭来说 是极大的负担 你们有信心能扛过去吗 有 有 好 来 我们来问一下五位 对于你的幸福心愿是如何助力 在刚刚男嘉宾还没有说到自己孩子之前啊 特别的开朗 乐观 满脸的笑容 特别是提到自己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满心欢喜 但后面一提到自己儿子的时候 你瞬间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但是没有办法 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些喜怒哀乐 必须要去面对这种无常的变化 那么我们五居五宿旅游住宿品牌呢 是一家传播美好生活 传递爱的旅游住宿品牌 我向您的小宝宝提供三千元的支柱 希望能够帮助他在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 提供一点小小的绵薄之力 谢谢 你们就好好地把这事给扛过去 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 带着感恩去看待对方的父母 带着努力看待自己的生活 带着一种坚强去鼓励自己的孩子 唯有如此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谢谢 或许命运有时并不公平 或许生活时时会有难题 但是只要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不放弃对爱的执着和努力 相信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